在过去几十年间 执法手术已经有许多成长 在成功率和自然度上都有明显提升 但这些手术仰赖的基础不外乎 是将毛囊从身体的一部分 重新分配到另一部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 首次成功让人类毛囊细胞 在实验室条件下完全生长成熟 这项技术的进展 对需要动执法手术的人来说 真是好消息 研究人员运用3D练义机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塑胶模具 参考了天然毛发生长的微型环境 透过仅有半公里的微小延伸 刺激毛囊生长 据说过往的制作技术 是无法创造如此薄的部分 研究使用的第二项创新是 运用一种新型生长因子混合物 刺激毛发生长 当人体皮肤在3D练义的模具周围生长后 研究人员接着会将志愿者的毛囊细胞 接种其上方 再使用抑制剂唤醒毛囊生长 整个过程能以一定速度生长毛囊 最终将允许无限量供应 这意味着未来直发手术 将不再受到提供者毛发数量的限制 这项创新可以说是扩大了 所有患者重建毛发的能力 热水产场